今天就想介紹一個新的APP給大家 就是這個APP就比較方便好用 就是說如果你下載了的話 以後你譬如說對你的六合彩或者六四九那些 其實就不需要出去外面來對 那你可以用你的手機 scan那個 你就可以下載了 首先第一樣東西就是你要裝了一個APP 通常你進去之後很簡單就是打一個六四九 你打了進去之後 它其實就已經展示了第一句句子出來 就是六四九Lontario的Scanner 那你按了它之後它就會出了一個圖案 應該是第一個過來的 就是這個藍色,那我裝上去 那你裝了上去之後 然後我就會展示一下給你看 是怎樣可以用這個APP 就可以scan你那張 票就是有沒有中 其實也很方便 好,有時候譬如說 你不想出去外面對 也都不想說譬如說 看看你自己的貨物 逐個逐個對 那你其實就可以用你那張 六合彩或者六四九那張票 放上去 放上去之後它一scan 它就會告訴你 究竟你那張票是中了還是不中的 那現在就因為在這裡下載感 那當它一下載完之後 我就會示範一個 因為我手上就拿著了一張票 那你一scan它 就其實會知道的了 因為這一張票 我其實就大概就是今天買了 那今天買了之後 它其實還未開彩的 那所以如果你scan了之後 它就說就是沒有一個result 在這裡 那現在看下去 它就差不多就是裝完了 當它裝完了之後 那我按一按那個按鈕 就會大家可以看到 那因為下面呢 就有些東西就輸了出來給你們大家看 那現在裝完了 那我們就open了它 那當你open了之後 你要點一個這樣的box 然後按continue 然後開始get ready 當它輸了出來之後 好像一個鏡頭一樣 你就要按一按這個鏡頭 那開了出來 那開了出來之後 我們又將這些這樣的票 那只要你對一對著它 讓它scan一下 那它就出來了 就是說result not found 或者result not available 那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這張票就剛剛買了 那它還未開彩了 所以它的result其實還未出來 那其實呢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還有可以試一下下載一下 如果譬如你們買了那些 649那些彩票的話 你也可以不妨嘗試去scan一下 看看究竟你會不會中 那有時候可能你會lucky或者會中了 我們可以出來了 我們可以出回去 那然後可以看一下那些jetpock 那jetpock它也會告訴你 大概是每一期開獎有多少錢 還有它也會顯示出來 它的winning number是多少 那那些winning number就在下面 你可以慢慢看 那這些呢 你可以嘗試一下下載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拆除的 那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倡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